第二点 基督爱教会 怎样的爱呢 有的时候 当我们说 你为什么爱他呢 我们常常会说 他很美丽 有的时候 做妻子的 姐妹们也很喜欢 听到自己的丈夫说 她喜欢我 她爱我是因为 她认为我很漂亮 可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 有一点不一样 这段经文里面 也提到了教会的美丽 教会美丽到什么地步呢 没有瑕疵 没有皱纹 对吧 在婚姻里面 一个妻子时间久了之后 然后有一天照镜子说 干嘛又有皱纹了 然后可是这里说 没有皱纹 没有皱纹 没有玷污 全然的美丽 但是在这里 在这里有一个逻辑 在这里有一件的事情 是什么 耶稣是不是因为 教会美丽 所以爱上了教会 不是对吧 不是 正如基督爱教会 是基督的爱 使教会变得美丽 是吗 所以你注意 这就是爱的力量 他爱教会 不是因为教会一切的荣美 他爱教会 是他要使教会变成这样 因为耶稣的爱 拥有这样的能力 耶稣爱教会 教会就是全世界 最美的那个心腹 所以其实 不信耶稣的人 也常常会讲这样的话 说什么女人是最美的 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 被爱的女人是最美的 对不对 一个丈夫 如果爱自己的妻子 她就会让她的妻子 越来越美丽 一个丈夫越来越爱她的妻子 她的妻子就变得越来越美 因为是你的爱 使她美丽 如果大家认为 某某妻子 怎么最近越来越丑 那就是大家都看出来了 她的丈夫不爱她 所以你以为 那是在评价你妻子吗 不 那是在评价你 她丈夫太糟糕了 你看嘛 最近她都变丑了 她丈夫太坏了 你看嘛 最近都变丑了 最近又出现了皱纹 等各类的病啊 所以我想 我想对着 所有的弟兄 也包括未婚的弟兄们讲 你不是要去找一个 美丽的妻子 你乃是在上帝的面前 被耶稣所爱 教会的爱所充满 你愿意用你的爱 使你的妻子 变得越来越美丽 阿们 第三一点呢 基督爱教会 是为教会舍己 舍己的 最高峰呢 是舍命 就是为他去死 丈夫的意思 就是为妻子去死的那个人 你愿意 成为一个丈夫 就是你愿意成为 为你的妻子去死的那个人 这样你身上的爱 就可以彰显 这样你身上的爱 就可以来反映 这个宇宙当中 最伟大的那个爱 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 就是基督对你的爱 他为你舍命 他流出保险 他爱了伤害自己的人 他爱的是一个 不顺服自己的人 因为妻子要怎样 渴望自己的丈夫 更爱自己呢 顺服你的丈夫 会让你的丈夫更爱你 那么一个丈夫怎样 能够让自己的妻子 更顺服自己呢 爱你的妻子 为他舍命 就会让你的妻子 更顺服你 因为基督 基督可以直接发命令 基督可以命令 我们顺服他 但是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不是上帝命令 我们顺服他 福音是上帝 为不顺服他的人而死 所以我想鼓励 我们当中的弟兄们 从今天开始 不要把妻子 凡事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成天到晚挂在你嘴边了 要把丈夫为妻子舍命 从早到晚 被二十遍 因为那才是 上帝所赐给你的使命 那才是上帝要你来 与他的爱相联合 而在你的生命当中 定义要透过你这个器皿 所流出来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了